好,我们讲一下课前思想 我们不断的还得往回反 我们人无论走到多远 树叶都要落叶归根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毕业那天就是回归到我们第一天开始 再看一下第一天对了对大家的要求 那些就是我们最需要做的 所以我们稍微讲一点课前思想 各位以后能不能赚到你们决心书的目标 取决于几点 我认为人的发展包括我们包括其他人 六个字一直在强调什么 态度 数字 态度和数字有重叠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能力 在我们这就是技术 我们有些同学 第三点我不说 这两点做得很差 我要从这个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我侥幸谁被说中了 我不是说你呢 我说这个事呢 明白吧 所以你不要对我有意见 在老男人教育 你可能也需要你是改变这些东西 态度 是一个人立足的根本 如果不管是你们 包括我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态度 你很难来企业立足 哪怕你能力有 现在的企业都不愿意要 企业最缺的是 责任心的人 责任心强 什么 做事 积极主动 然后遇到困难 能够想办法解决 而不是抱怨 这就是最基本的态度 比如说 加班 你要加就加 不要加你就滚蛋 你不要说加班不给工资 如何如何 你有能力 你跳槽 对不对 你 你为什么说加班不给工资 然后你还加 然后自己还抱怨 还是你没能力 对 而有的时候 加班就算不给薪水 你也会收获很多 用钱买不来的经验 所以你的 态度要改变 在互联网领域里边 怎么说 加班是 正常的 不加班是 不正常的 你的态度要 有一个转变 明白吧 所以老男孩说 老师 咱们怎么又九点多下课 不对 九点半 因为你们工作是 加班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讲课 也是正常的 你不能说老师 你们 你看别的机构 很多都是四点半 就下就下课了 我说那是养大爷 那是 企业那样培养的人 将来到 这个这个机构培养的人 到企业里面 一定是不适应的 所以我们的标准是 企业怎么玩 咱们就怎么玩 包括时间安排 所以你看我们中午下课 基本上都是十二点半以后 有的时候十二点四十五 最长的一点 晚上七点 好像好少吧 基本上要到八点 九点 九点半 我今年三十八岁了 我还能这样陪你们 为什么 我的责任心 我的态度 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些说明 我把内容给去掉了 我希望这个事情不在 将来不要在你们身上发生 虽然我们说成功人 成功和不成功的人的比例是 二八原则 这个二八原则 大家记住 绝对是改变不了的 几千年来都是二八原则 明白吧 那我希望怎么改变 在运位当中 我们二十八七都是百分之二十里的 别的机构 社会上的人都是百分之八四里的 我希望是这样的 明白吧 所以 大家 要努力 别让我的希望 成为一种希望 只是希望 这个人是职业 是高中 鸡店 山四水 这今天早上后聊聊天 他就几个问题 第一 有没有学历限制 学历不高 有没有年龄限制 然后最后他问我 老师 我到底能不能学好 然后我给他答案是什么 我给答案是什么 如果是你们 你们怎么给答案 对了 我就给他两条 你们能不能学好的关键 第一 强烈学好的决心 第二 超越年轻人的学习态度 还是那句话 你能达到我的态度的要求 技术啥都不会 你找不到工作 我给你发薪水 我给咱们班的学员发薪水 你能不能达到 那看取决于你们 有的同学能 有的同学 我就算今天说完 他也做不到 注意了 只要 只要 态度 牛 你们毕业 都是六千七 就这一点 技术 不用管 第二 数字 我们说企业招聘 都喜欢本科 以上学历 为什么喜欢本科以上学历呢 第一点就是数字 第二点是 学习能力 这个数字和态度 有一点点关系 高学历的人 他们 做事情 大多数会想办法解决 而不是抱怨 就拿我们班学习好的 也是这样的 他遇到问题 他要解决 这个老师没讲 这个怎么的 搞会的 还有 他们一般来讲 都比较勤奋 比较努力 相对来讲 他们会 会做人 会做人 会做事 很简单的一句话 你帮不了别人 那你怎么说 对不起 这件事情 我很想帮你 但是我真的不会 帮不了你 发现没有 哪怕这个人 曾经拒绝过你 你在拒绝他的时候 也是这么拒绝的 不要说 我会 我就是不帮你 因为你之前 没有帮过我 这就是数字 我们对企业 你要把加班当成习惯 把企业 当成是自己的 你们工作的第一年 能不能每天都第一个道 最后一个走 这个是 出入职场 非常非常核心的事情 我不瞒大家说 我在月薪 两万五千块钱的时候 我入职一家新公司 我都要好好表现我自己 何况你们现在还没有入职的同学 或者刚刚入职的同学 我有一篇文章 就是最要指导的文章 其中看第一个 第二个 sorry 第二个 我们作为运维的菜鸟 我们去企业应该怎么做 看第三个 主动性 表现 有的人耍小聪明 在领导面前表现 领导不再不表现 就变了一个人 把公司当成自己的 而不是外人 当成你是老板 或者股东 这样的心态去做 你可以认为是数字 也可以认为是态度 这是我 拿到的几个 优秀员工证书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 拿到了四个优秀员工证书 第五个是 领导找我谈话 我给你加薪吧 咱们把证书给别人 行不行 我说好吧 留给新人 结果留给了我的一个 一个属下 你有这样的素质 老板不给你加薪 正常吗 就不正常 我们昨天讲课谁讲了 周玉强 李家豪 我不得不说你们真的很棒 不管讲的好不好 你们都非常棒 那我们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认真听呢 有个别同学跑到外面去不听 你不听也OK 你给我一个理由 唯一的理由 我就认为你能在前面讲一遍 你可以不听 否则你要认真听 哪怕他讲的不好 你把他的不好挑出来 告诉他 或者说以后你讲 你怎么能更好 有的同学玩手机 有没有 聊QQ 我认为这都是数字很差的 表现 不是说你数字很差 是这种行为数字很差 好吧 真的很差 你有的时候觉得老师我这个也很也很也没什么呀 你觉得没什么 那在我看来就是有什么 你没有达到一个高素质的一个人的一个表现 我们大多数都是什么 高中 大专 你们的学历很低 你们能不能拿出来比本科生数字还高的数字和态度 当企业面试你的时候 说我们要求本科生 你能不能发一封邮件 毛水自荐 你好 领导 我虽然是大专 我虽然是高中生 但是 你可以面试我 我比那些本科生的态度和数字要高十倍 你愿不愿意要我 我就不劝企业不要你 所有的企业 之所以卡本科生是因为数字态度差的人太多了 大专 高中 当然本科生也不一定数字好 我们就说不能长期的好 我们能不能面试的时候装一下 装的好一点 怎么装啊 学习期间要表现的好 才能装出来 你想今天 明天去面试 今天装装不出来的 人家面试你的时候 要不要进去 坐着位 坐着坐着 你要站起来呀 你好面试官好 对不对 然后面试官先坐 你在坐 面试的时候不要低着头 不要腿还故意的抖一抖 对吧 这些都是数字很差的行为 甚至在企业面试的时候 走到前台 走到某一个地方 地上掉一张纸 有一个张东西 你能不能给捡起来 从手掏出餐金子 给他给抓起来 这就是数字 我跟你说 你们别觉得这些数字很简单 也别觉得 看不起 一旦你把它变成习惯 你就是非常非常高尚的人 非常非常有修养的人 我不希望你们大家都做到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这些是有数字的人 知道什么是有数字 什么是没数字 能够分得清 有的时候我也不敢说我有数字 但是 我会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告诉自己 我虽然是本科生 但是我要比你硕士 博士的态度 素质 能力 都还强 这就是你们 这就是你们的老男老师 发展到今天 最关键的思想所在 要有这种强烈的这种 心态 然后再说一下 这个可能要点到某个人了 但我不提名 你也别介意 也是为你好 看看这个人 年龄多大了 三四上三十五了 他自己迷茫不 他自己就觉得 老师我年龄大了 我到底学完了 还能不能找工作 当时我怎么跟他说的 你有没有学好的决心 学好的决心不是说 老师我有 你要从态度 从数字表现出来 这才叫有决心 不是说你说有就有的 明白吧 然后看一下这个同学 上课三十八次 缺勤三次 找退一次 吃到九次 这样一个状况 就算在工作里边 对我来讲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我都要开除的 如果我 如果我是老板的话 这样的员工 我是不要的 我不管你什么问题 那今天你是学习 你学习就应该做到像工作一样的态度和素质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那对不起 你别工作了 如果你还想要工作的话 那对不起 你不要想想拿高薪了 这个企业的竞争压力特别大 你要想拿高薪 你还拿不出来比像高薪人一样的素质和态度 以及能力的话 那你和高薪就是差距很远 你就是做梦 所以我希望大家从第一天学习开始 一直到结尾 你不应该有一天旷课和请假 我有给大家讲过我八岁的故事吗 我的姑姑结婚 没有赶到周末 我就不去 我说姑姑 我也是你的亲子日 为什么你结婚不赶到周末 非得让我请两天假 参与你的婚礼 我不去 我就是有这脾气 我在企业里边 就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 我的印象里都没有请过假 迟到有没有 有 我最后来当领导的两三年 我天天晚去 天天晚去 基本上公司也是对我也算是不考勤 但是有的时候我就也在问自己 公司对你不考勤 你就要迟到吗 我得反问自己 但是我已经做好了 迟迟的准备了 所以我的心态始终 都调不过来 我就是迟到 我就在沙河这边 然后去 去 去那个安政 安政那边工作 我就是迟到 十点半才到 没有任何人说我 但是我自己也会内疚 但一内疚 一发现没人说 我就过去了 我那个时候是已经月薪三万多块钱 我有资本了 我就算离职 四月份到七月份 四五六七七个月 我离职 每周只上一天班 领导还给我发全心 说你不行 你别离职 你就来一天 也行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真的不要求你们达到我的高度 因为你们每个人达到我的高度 这个社会就乱了 对吧 咱们老男孩教育里都开一百多个 到目前为止 整个全国就一个 像咱们这样比较好的一个培训机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达到我的多少 十分之一 你们月薪几万块钱就拿到手了 今天我就说这么多 希望大家能够 把这两项抓到底 只要你这两项抓到底 你会奇迹般的发现 你的技术不会差 这是真的 因为你说你天前其分能力 天前其分能力 态度又好 素质又好 你的技术能差吗 它差不了的 所以要反过来想 你的技术能力差的原因 根本原因是 这两项有问题 所以这六个这是关联的 好 我就讲那么多 其实我这段时间身体一直都不好 赏着疼 经常拉肚子 然后身体状况也不好 慢慢的就真的想不想不想讲课了 但是我们这个班 我还在努力去去讲 我就在想 只要我能站起来这一天 我一定要给你们讲课 所以我也在向你们表现我的态度 素质和能力 这六个字也是我们 也是我在向你表现的 向大家表现的 我努力做的 做的 也可能我做的不是十分满意 让大家 但是我也在努力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